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天下星际的第41期 41期给大家带来也是我们天下星际好像第一次带来的这个 ZVZ的一个对抗啊 这场比赛是前虫王东拉姑要对阵的是来自SKT1战队的书本 地图依旧是改造星球 这场比赛真的是很多的观众都跟我说 这场打出了一场东拉姑曾经像巅峰时期的这场比赛 不知道到底有多好看 所以来看一看 ZVZ真的好像从来没在天下星际里面出现过 既然大家都说这场比赛肯定能入选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吧 上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 红色的重组选手就是书本 是出生在了左上角的10点钟的位置 而右下角蓝色的重组选手就是东拉姑 是出生在了4点钟的位置 来自于卖鞋的这个战队 ZBINU战队 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分析地图 改造星球这张地图啊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好分析的 ZVZ嘛 这张地图比较绕啊 这张地图 比较绕 而且中间有两个岩石 根据你的进攻和防守 你可以选择撬掉这个岩石 还是不要撬掉这个岩石 撬掉岩石之后 对方的部队啊 要绕一个大圈才能过来进攻你 有观众说清晰度 我清晰度就是开的1080呢 这清晰度肯定是1080的 1080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我清晰度 好我们看两个人的开局 都是鲁双 舒本和东拉姑 一上来都选择了一个鲁双开局 没有选择什么战术 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鲁双 双方对 对方的实力啊 或者对对方的人品 都是有这个考量的 觉得对方不会苟他 而且你看 上来两个人都先气矿再雪池 都很相信对方是好人 对方是正气的重组选手 绝对不会放实地独暴 这样的一个战术 从开局上来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占到了便宜 因为都是选择的是裸双之后再气矿 气矿之后再雪池的一个开局 这种才是星际需要我们 我们需要呼吁的这种打法 这才是星际的正能量 这么正气的星际开局 我们已经很少见了 现在的开局 要么就修地宝 要么实地独暴 要么什么野兵 要么机械化 像这么如此公正的开局 已经很少见了 两羽黄提狗素 似乎到现在为止 双方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分歧 东拉姑是停了一个农民采气 这个有些不一样 他生了狗素之后 直接停了一个农民采气 而苏本是第一时间放下了独暴虫潮 因为他没有停农民采气 也就是说东拉姑对自己前妻的一个跑狗 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非常有自信 然后在外面的补下独暴虫潮 并不快 苏本两个女皇走出来 看起来好像是正常的一个运营 实际上家里面是放了一个独暴虫潮的 双方再找一下对方的房子 苏本由于是把独暴虫潮放在家里 所以说他有可能会打一波的 而东拉姑是放到外面 双方不一样 苏本率先压制 东拉姑选择了一个防守 东拉姑两个独暴纯刷农民 有点狠 从农民数量上来说的话 双方应该是差不多的 东拉姑反补了一波狗 然后下了二切 二本 这个开局 东拉姑很像在跳飞龙 很像是要跳飞龙的开局 而这个苏本还是按部就班的 先用一个狗独暴压制 看到你的二本之后 我再升级二本 不让自己的科技落后多少 双方 拼狗独暴 这种开局 两个人的操作都不会出太大的一个失误的 毕竟都是世界顶级的重组选手 很难在狗独暴的火瓶当中 什么一个独暴 罩到一坨狗 这件事情 很难发生 两个人的小狗独暴 操作都非常的细 东拉姑 小狗反压 而这个时候苏本悄悄地补了一圈农民 农民多了七个 苏本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家里面赶紧是补了一个地堡 他已经知道对方要独暴rush了 东拉姑刚才两期是为了 升二本都是为了骗人 实际上是一个独暴的rush 现在苏本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这就是F9要所谓的铁锁连舟吗 散得非常的开 而且毫无停顿 两个独暴进去了 炸到了一波农民 六个农民走了 继续的炸 苏本现在散农民 心虚一些小狗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独暴拉停一条直线 真的是毫无停顿感 毫无停顿感 有一些人会等半天才会炸过去 这样的话对方独暴就变起来了 好继续炸看苏本的散农民 一共死了12个农民 东拉姑并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收获 还在不停的压 东拉姑拼的 这地方苏本的农民还是很多 34个 依旧领先3个 东姑继续 把自己的独暴两个两个分开 看有没有机会炸到一波农民 失误了 炸到基地了 东姑这个地方失误了 但是苏本也失误了 送了五个农民 双方的压力都很大 再来 好看这边还有一个独暴 能不能炸到 苏本操作 点掉 这个独暴应该炸不到太多东西了 怎么爬管子了 刚说炸不到东西 爬管子 东姑继续的压 不停的狗独暴 又拉开 又死了10个农民 苏本这时候农民数量只有26个了 东拉锅 炸着炸着 农民就领先了 这苏本还在挡啊 好刺激啊 这两个人 拼狗独暴 好继续的往前冲 东姑好像不停的 就是两框的一个狗独暴 一起就不停的打 苏本这个时候 在如此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他还放了飞龙塔 不慌不忙 还在放飞龙塔 简直不敢相信啊 这抗压能力得有多强 好又炸了 东姑后面的独暴 并没有取得自己的一些效果 但是 但是 这边我们来看 哎呀 这个救助了这两个女皇啊 刚才我们看到这里 这两下呀 一个独暴中救助这个女皇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两个女皇 东姑后面这些独暴 将取得一个致命的进攻 好这边 不停的偷 两根继续炸 东姑还在提索连州 不停的炸 再炸 还在压 宇皇 看会不会死 继续散 继续散农民 舒本这个散农民 很不错散的 好 东姑又炸到了 其实基地没多少血了 我跟大家说 再这样炸下去 可能基地要掉 真的基地没多少血了 东姑这个时候 应该去注意一下 对方的基地 还在不停的压啊 舒本的整个防守 农民出来29个 东拉姑31个 但这个地方好像炸不到了 有点 还是防住了 舒本太稳了 继续的进去 还想要农民 其实基地没多少血的 在这样的一次 连面不断的进攻当中 基地的血量 已经变成了红血 好 这边看是不是要炸基地 是不是要炸基地 如果炸基地的话 基地可能掉了 基地掉了 好了 东姑应该可以忍的吧 基地都给对方炸掉了 还要炸 可以了呀 得饶人出 且饶人 一条飞龙飞出来 这个时候东姑估计也金了个呆 他们这么大压力 你干跳飞龙 舒本还是守住了 这么大压力 他都敢跳飞龙 我简直也是醉了 还是守住了 地板打掉 东姑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压了 家里面补女皇 然后补 死了155条狗 44个毒豹 战损上来说 东姑还是吃一些亏啊 而且舒本的飞龙跳出来了 这时候对东姑来说 他由于是有两况的井井 所以他 就算是科技吃点亏 他也可以接手 舒本要利用自己现在有 飞龙的这个优势啊 有一个空图 和科技的一个优势 看能不能找点机会 占点便宜回来 杀两个农民 直接全身而退 走了 飞龙继续把外面的房子 先扫了再说 看东姑这个时候 怎么去打这个飞龙 现在不停地在跑狗 外面小狗先跑跑 往里走 但是 哎呦 冲进去了 竟然 想上去咬农民 也没咬到 房子先藏一藏 自己家里面反出飞龙 东姑这个选择 也是想把天空先抢回来 再说 反出飞龙 也可以啊 但自己房子 其实也损失了不少 舒本虽然看起来 前期吃了很大的亏 但是通过这个飞龙的一个压制 把整个局势又搬了回来 好 来看一看 这个时候 反出飞龙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吧 何时能把飞龙的数量追起来 舒本应该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把三级离开了 好 两个人不停地用小狗 一个人用小狗跑着空图 舒本这边用飞龙控着图 然后变一个眼虫 先把你门口的军坦先亲的再说 把你的视野先控制住 你绕口 舒本也看到 有飞龙在 你绕口也没什么太多作用 有个独豹 东拉谷反应也很快 他这波绕口主要是让舒本不能轻松的把自己的三级离先开起来 好 飞龙继续的 不停地把地图先控制 舒本到现在为止三级离还没开 农民数量其实已经慢慢的追回来了 44个打48个 三级离甩下去 东固也是慢慢的把三级离甩出去 飞龙也是反处出来的 飞龙配合着女皇 抢手自己的三级离 虽然你的飞龙造的早 但是我有防空有女皇有飞龙 你还真的拿我没办法 舒本一看 什么反出飞龙 舒本本来以为对方要跟他拼蟑螂 结果一看对方是反出飞龙 这个时候没办法 大家拼飞龙拼到底吧 两个人互拼飞龙了 这个其实ZVZ也比较少见的 现在的比赛大部分还是以爆蟑螂为主 拼飞龙的比赛其实挺少的 好 这个时候 双方又进入到一个互憋的阶段了 有三框的离忌在手的话 飞龙就可以不停的出了 拼飞龙比较讲究两点 一点是飞龙的攻防 还有一点就是你小狗的一个攻防 就是你飞龙站住了天空的优势 但是地面如果你小狗没有攻防 你站不住地面的优势的话 很容易被小狗直接多线跑死 所以说ZVZ里面 你如果要拼飞龙 你比较在乎的就两件事情 就是飞龙的攻防和小狗的攻防 都很重要 而且飞龙是率先升防 肯定是比升攻要好的 虽然防贵一点 但是防可以有效地阻止飞龙的一个弹射 在飞龙拼飞龙的情况下 飞龙的弹射发挥不出来 那你这个防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比攻有意义 好这边绕狗 东姑的这波绕狗杀了四个农民 五个 六个 六个 关键是这个时候飞龙可以抽出来了 抽出来先点一波房子再说 东姑的这次绕狗啊 转 这个时候但是不能跟对方的飞龙硬拼 因为他知道对方的飞龙还是比他多一点点的 又开始绕狗了 我们看东姑下面要绕狗 飞龙先绕 先把你的飞龙吸引开 一波狗过来 H看看能不能够杀几个 已经操作不过来了有点 因为双方都在不停地穿狗了 在东姑家里面有狗 下面咬掉两个地宝为后续的穿狗做一些准备 东姑的攻防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OBM并没有给我们看 东姑已经一共死了209条狗了 飞龙的数量慢慢的也攒起来了 飞龙28条打31条 稍微少三条 三条是完全可以打的 东姑继续跑狗 飞龙继续拖多线 舒本被东姑牵制的很厉害 这个地方被小狗骗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里这里遭重了这里 你飞龙一回来小狗就穿家 这个多线跑起来 舒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地面站不住 这怎么办 回旧也不敢 你现在只能追飞龙 舒本想决战 但东姑不打 先跑回防空塔再说 虽然我损失了几条飞龙 但是你家里面也是开了话 死了10个农民 这一盘东姑的整个跑狗 跑得比舒本要好很多 就在地图的控制 牵制上面 东姑做得更好 好 两个人飞龙 这个地方打起来了 加血 我们看加了六口 这几颗血加起来 舒本打不过了 舒本打不过了 家里面也被拆了 东姑直接庆祝了 翻盘 这场比赛 东姑表现出来的实力 真的是相当的强劲 特别是多线的跑狗 而且从上方的这一次绕狗 是骗掉了舒本的飞龙 骗得太漂亮了 飞龙一骗走 直接自己的飞龙在下面 一打舒本就乱了 多线的协同 这场ZVC打得太漂亮了 舒本直接被打傻了 Spinu战队2比0领先SKT玩 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天下星期的第41期 也是第一场ZVZ的天下星期 的确打得非常的水 不能说特别精彩吧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水准是相当的高 而且东拉姑的整个发挥太完美了 自己也庆祝了 我们也希望东姑能够王者归来吧 曾经的虫王 最近进入到重新之后 表现并不出色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42期的一个比赛 42期再录一期就差不多了 嗓子受不了了 再录一期看看